我們來上一下優化技術這件事情 優化技術是在講什麼事情呢 我們上捷克有在強調一下我們的深度神經網路 它的優化方式是用T度限量法來做 然後我們也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網路一升 你的函數圖形就會長得非常複雜 長得非常複雜 那你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先不要討論T度消失 就是T度消失是說 你遇到暗點T度變0了 那你根本動不了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解決了以後 暗點的問題就會先解決大概一半 這個問題比較好解決 這個問題叫局部集值問題 局部集值問題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444 444有什麼特點 就是有三個集值嗎 對不對 那 以444來講 以這個444來講 它是一個極大值 兩個極小值對吧 那其中一個極小值 是沒有另外一個極小值來的小 對吧 所以這個點我們叫全局集值 這個點我們可以叫局部集值 這樣可以嗎 可以理解它的定義吧 所以說 一個函數只會有一個全局集值 理論上只會有一個全局集值 這樣可以嗎 當然在某些特殊的場合之下 兩個極小值它可能數值是一樣的 這樣它就會有兩個全局集值 但是基本上 就是 如果你一個很複雜的函數 它有很多個集值的情況之下 它會只有一個全局集值 大部分的集值都局部集值 那我們遇到這樣的一個函數圖形 我們用梯度下降法做的時候 呃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我們的梯度下降 我們 起始值在這裡 在它右手邊 那它必然會 掉到這裡然後就停了 這樣可以吧 如果在左手邊它就下到這裡 所以說 欸這個問題啊 這個問題我們要怎麼解決咧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語法 這個語法就是 我現在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這個Function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就是4X 4X加9X平方加4X三方 這個是 這一個 函數 求倒函數得到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 以梯度下降法就是 下一代等於這一代 減掉Lending Rate乘以Differential Function的值 所以如果你的起始值 是0.5的話 你得到的答案 你得到的答案 就會是0 那如果你的起始值 是-3 好你得到的答案 就是1.64 好當然1.64 是我們要的對不對 0不是我們要的 好那 我們 這樣子 呃這樣子 Demo這個問題 大家應該感受到 問題是什麼了吧 就是局部集值 我們不想要我們的 這個優化困在局部集值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 我先 我先再講一些 就是數學的turn 就是以後你們 看到paper的時候 你們 會覺得 就是這個turn 沒有那麼陌生啊 這樣好不好 然後那個 我 之前就是想了一下 就是 就是 上節課有人問我說 就是 這堂課怎麼打分數 對不對 那我 我後來想了一下 我決定 就這個樣子 就是 我大概在 可能在過個幾節課之後啊 我一找一篇 發展模型的paper 給你們看 然後你們 你們看完之後啊 你們 我找那些 發展模型的paper 舉牌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啊 舉牌說 TRAP GTT號 TRAP GTT的前一代 他們是有paper的嗎 TRAP 3嘛 對不對 好 這篇paper 基本上 你 當然你要直接看英文 看懂 那也是非常困難啊 但網路上會有非常 我找的paper 一定那個網路上 都會有非常多 已經有人啊 就是 有人就是 呃 去對他再解說再解說 這樣子啦 會有很多這樣的資源 好不好 我找paper應該 引用事實都不肯 低於一千啦 所以基本上 都會是這個樣子啦 那會跟你們每個人不同的 那你們就把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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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對他的理解寫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 所以說 我會教這些turn 就是 我沒有要求你們說 要repeat他的work啦 你們聽懂我意思嗎 就正常來講應該是 就是 呃 如果說 是一個 呃 我這邊舉個例子 比如說 呃 資工所學生 那基本上他看到paperl 能力repeat他的work 如果sample不是特別大 就是 可以寫出一個 小的這個 就是 小的模型 這樣子 可能不準 但是至少會做出來這樣 啊我們就 我們就是寫一下說 怎麼樣去實現他 這樣子好了 然後你對他的理解是到什麼程度 這樣子 你寫出來的 呃 就是 你寫出來的 然後 這個 我想要 找捷克齁 拿你們 就是最後一捷克啦 就是 你們寫完之後 然後我要當場問你們 好不好 所以你們 如果是貼網路上的 也沒有關係 可是你要理解 理解他講的話 啊不要寫太多喔 一頁就好了 好不好 沒有人有空看那麼多東西 好 那 所以我現在跟你們講說 如果你們看到一個東西叫凹凸函數啊 凹凸函數就是在講這種函數啊 凸函數就是在講這種函數啊 凸函數就只有一個機子 那你想當然而言 你們面對到的這個 這個問題 大部分都是凹凸函數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要怎麼解凹凸函數呢 來 這個 我們 這個 我們現在就來想個方法 這個方法 這個 我想很容易想到啊 就是 真實世界裡面啊 就是 如果我們 就是放科求愛 這裡往下丟 丟到這裡的時候 雖然這裡是平的 那他是不是會繼續往前跑 為什麼會繼續往前跑 因為會有慣性嘛 對不對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慣性要怎麼表達成數學式 慣性要怎麼表達成數學式 來大家看一下他怎麼表達喔 就是 我們 前面是不是沿著斜率往下走的 這個是 這個是對不對 好這裡是什麼勒 來 來 上一代減掉上上一代的值 的值 也就是說我上一代如果在0這個位置 然後上上一代在1這個位置 我是不是往 我是不是往 就是1離到0 我是不是移動了負1格 對不對 負1 乘上一個 慣性動量 這個慣性動量 假設是介於0到1之間 那主要說0.9 那這樣子的話 除了他會跟著他的斜率跑以外 他是不是還會被 就是剛剛的移動所影響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慣性動量 我現在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大家用舉手回答就好了 好不好 大家覺得 慣性動量0.9的時候摩擦力比較大 還是0.1的時候摩擦力比較大 來 覺得0.1的舉手 覺得0.9的舉手 都沒有人覺得是0.1 大家都覺得是0.9 來 誰想是0.1的 那 你看出來為什麼是0.1摩擦力比較大 對啊 0.1的時候摩擦力比較大 好 來 我們再好好想一下這個式子 這樣你們比較容易理解 這個數值 這個 這個 這個橫上右邊這個數值是什麼 剛剛移動的不符對不對 如果你的移動 受到 如果這個數字等於0的時候代表什麼 完全不受剛剛移動的不符影響 可以吧 所以這個時候摩擦力是 就是 百分之百的摩擦力啊 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受到散步的影響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可是如果 這是1的時候 代表是0摩擦力啊 就是你剛剛走過的所有的動量 全部都會被保留下來 這樣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嗎 你們再想想這個數學是 還有沒有人剛剛覺得0.9摩擦力比較大 現在想不通的 好想不通的等一下那個 我們反正結束之後 反正那個 等一下練習題的時候 呃 我在過去你旁邊教你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如果你要把這個 冠心中央加到這個語法裡面 它不會很難加喔 就是 加上一個 這個 係數乘上 上一步減掉上上一步 那當然注意一件事情啊 就是 你的I啊 你要到第三代的時候 才會有上上一步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欸這裡我們就這樣 我們這樣就可以改掉了 好 那這樣改掉以後啊 這個 呃 如果是-3開始啊 我們這個結果是不變的 它還是到 欸 這個 30代太少了 我們到300代吧 它結果還是1.64對不對 好 可是如果是 剛剛0.5開始 是不是會出問題 我們再看一次 欸 是不是過去了 對不對 好然後 那如果是0.2勒 欸 我們先看下面這個圖好了 這個比較容易理解 好 這邊我給了的是0.9對不對 所以它的摩擦力不大 所以它很容易被上一步帶動 這樣可以吧 來看一下 如果從這裡開始動的話 它這樣就會這樣滑下來 但是如果沒有關心動量的話 你看它的軌跡 你看它的軌跡喔 再看一次 它到這裡就停住了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斜率了 這樣可以吧 有關動量會長的這個樣子 好可以吧 好那 如果 我的起始值是0.2 我再run一次喔 這還是0對不對 這是2.1乘以10的-8次方 這還是0 好 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的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的 關心動量為什麼0.2就不行了 0.5可以 0.2為什麼不行 要怎麼解決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解決 要怎麼解決 我們先不談了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有沒有人覺得想要發言的 看著這個圖 來請講 嗯 嗯 講很好啊 對不對 這個 均衡幫他加個0.5分啦 好 來這個 就是 你這邊 高度不夠嘛 對不對 給的那個動量不夠 前面給的加速度不夠 對不對 這個 很容易可以理解啦 這個 冠心動量這個東西啊 這個 現在我雖然顯得數學士 但它真的是 跟物理學的那個東西非常非常像啊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你現在有沒有感覺 有一點感覺 就是如果你現在要解數學問題的話 你可以用生活中的少靈感 然後你把它放到這個 放到這個就是 數學室裡面 這樣你就可以解決它了 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知道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 慣性動量這東西 嗯 對我們的優化是有好處的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它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喔 另外一個好處是什麼咧 就是 呃 我不去 呃 就是 在我們之前上課的時候 我們有試過 在沒有慣性動量的時候 這個 1.02啊 就是 我們一開始 這個如果我們要優化 y的x平方 那它的 它的斜率就是在 2x對不對 所以說 如果它的學習率超過1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每 它 它是不是會這樣子 這樣移動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因為它 直接跨過了那個 就是 就是它的 那個就是 呃 關鍵零件值 倫敵瑞的關鍵零件值是1嘛 對不對 1的話它就會這樣子左右一直移動 對不對 可是 如果它超過1的話它就會一直往上 這樣會優化不了 對不對 你發現今天是 如果 有慣性動量的話 欸 它第一步還是往上喔 可是因為它 它每一次走路 走的方向都是相反的 對不對 是吧 每一次走的方向都是相反的 所以 冠性動量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變成了一個煞車器 本來 冠性動量是希望 讓我們一直往前進的時候 可以給我們一個加速 對不對 當你的走路 你路走的是 第一步往前 第二步又往後 下一步又往前 下一步又往後的時候 這時候冠性動量就會變煞車器 煞車器 對優化一樣是有幫助的喔 這樣聽得懂吧 這樣子 所以有慣性動量 慣性動量是不是一個很棒的東西啊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先不談說 慣性動量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 它可能 大部分的狀況下 你給它一個慣性動量 對優化都有好處 大部分的狀況下是這樣子沒有錯 可是至少 現在透過我們剛剛 T2下樣法的一個 改進 一個簡單的改進 我們多了一個參數可以調 就是 以後我們在優化模型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著不同的慣性動量 然後看看哪一個優化的比較成功啊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今天來做一個 就是 我們來做一個練習一 這個練習一非常的特別 就是 就是 x跟 y的關係 這個是一個 變形的 logistic regression 就是有一些變形 這個 那 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 這個p 就是p等於1的時候 p等於1的時候 它代表y等於1嘛 對不對 p等於0的時候代表y等於這個0 那 這個x跟y的關係啊 x跟y的關係寫這個樣子 這裡非常特別的一點是 我在這邊加了一個sign函數 我為什麼要加sign函數呢 這我故意的啦 因為我希望 sign函數有周期性嘛 對不對 我希望產生一個凹凹凸凸的函數組型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 你在生成data的時候啊 我們 用b1等於0.7 b2等於0.7 這特別設置的一個數字啦 好不好 那 你要產生data的時候你要怎麼產生呢 來 x1跟x2先隨機產生嘛 這樣可以吧 隨機產生完之後 lr 0.7xx1xx2 加0.7xx2 是不是剛剛前面這一個 加上個隨機數 等於 lr lr如果大於0的話 y就等於1 elsey就等於0 所以說 這個 式子跟y的關係 是不是我已經 我模擬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等一下 我就是要試著去找出 那 我要用t度下降法去找 就是我現在x1x2跟y 這三個是已知數 我想要用t度下降法去找b1跟b2等於多少的時候 這個 式子會有 就是 會是最有解 這樣可以吧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需要先解偏尾分嘛 對不對 我需要解這個式子的偏尾分 這樣可以吧 好 logic regression 的loss function 這個是predition function 這樣可以吧 predition function 是這兩個的組合 這樣可以吧 先 變成linear predictor之後 再經過s型函數轉換 這是predition function 這兩個式子是predition function 這樣可以吧 好 那loss function 是corecentropy 整合式長這個樣子 好 那如果你要求整合式的b1的偏導函數 好 我已經直接把答案寫給你了 就過程我直接跳過了 那b2的偏導函數呢 長成這個樣子 好 所以 我這邊已經寫完了 就是dif1b1 dif2 所以 如果你 就是我這邊給大家 就是15分鐘的時間 就 你試著 就是試著用t2下降法 就是你試著用這個語法 你應該是蠻簡單的嘛 就第一 下一代的值等於下一代 減掉rain rate 乘上dif1 function的值嘛 對不對 那dif1 function的值 在這裡我已經 這個函數 我已經寫給你了嘛 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已知數 只有p b1 跟b2 是上一代的值 你需要自己輸入的 這樣可以吧 好 你試著自己做看 15分鐘的時間 應該足夠讓你把它做出來 如果你 你覺得你做不出來 或者是已經過了5分鐘 你都還沒有想法 就直接貼答案 但貼答案的時候 請你做一些實驗 好不好 做什麼實驗呢 你需要實驗說這個 就是 不同的慣性動量之下 你到底優化出來有沒有成功 你甚至可以實驗 模擬的數值 不是0.7 0.3 0.4的時候 優不優化出來 3 3.2 7.8的時候 優不優化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給大家做一些實驗 好 問一下有沒有人 試一下 我們先不討論 寫出來 好不好 那 跟大家強調一下 就是 前三節課的語法 不會就算了 因為前三節課的語法 是 我們把所有的過程 都首刻刻出來了 那 難度比較高 第四節課以後 用套件 會簡單一點 不過 你對模型的了解 還是要很夠 你才會幫你用那個套件 那個套件沒有那麼好用 就是 他是比較底層的 好 那 我問一下 有沒有人試了 不是0.7的狀況下 有沒有人試了 你不是有試嗎 你為什麼不舉手 害羞 好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都是0.7的狀況下 這個做出來是怎麼樣 好不好 好 這個是生成Data 好 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 大家不要 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就是 這邊現在是0.7 0.7 對不對 好 然後 我現在 直接 好 我現在直接這樣RUN 我現在直接這樣RUN 慣性動量是0 起始值是0 這個時候是 他是優化不了的 他優化了半天 0.1 負0.0 這個等於沒有優化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的慣性動量改0.9 這個就會動了喔 這個最後我是不是就得到我的答案了 好 如果我這邊把 0.7 改0.4 0.3 我是不是也優化到一個差不多的數值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2.3 3 3.4 欸 是不是又優化不了了 好 這個圖 比較小啦 不容易看 我們再把它拉大一點 好 知道為什麼我們把複雜度不一樣嗎 這樣可以吧 我們來看這個圖 這個是 這個是 0.7 0.7的函數圖形 這樣可以吧 所以 它 從這邊開始滾 滾 滾過來的機會是不是就比較高 因為它可能只要滾過一個山坡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樣子滾得出來嗎 唉呦這個顏色我覺得看不太清楚欸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就是 你可以想像吧 這樣子你要滾到 局部極指是不是就很難 全部局極指是不是就很難了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數字少一點 0.2 0.4好了 它是不是就比較容易滾 可是你看我0.2 0.4 它滾出來的其實不是 不是我要的那一組答案欸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當然可能這裡Noise太多了 所以 導致它沒有滾好 我把Noise去掉好了 好 它還是沒有 它還是沒有做得很好啦 因為它滾到這裡來 它一開始如果往這裡滾的話 可能才會滾到答案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這個 我想要 跟你們講的是說啊 就是 慣性動量啊 它可以解決 一部分的問題啦 就是 就是 如果 你眼前的小山丘 如果你一直往前走 然後你不會被 眼前的這個小洞給困住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欸 可是啊 就是 畢竟大家 就是 很可以想像那個慣性動量 就是 在真實世界是怎麼walk的嘛 對不對 如果前面的 就是 你要翻越的下一座山太高了 或者說 這個 就是 你要連續翻過太多山 那你 本來那個慣性動量 就可能就不太夠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即使你給到0.99也不會有用啊 好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比如說這邊1.7 1.2 呃 2.1 2.0 好了這樣 好你 即使給到 0.99也不會有用 這樣可以吧 那 關心動量不可能超過1啦 那 你如果給超過1的話 這個 那你 你的踢度就不重要啦 你都完全跟3不比了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說啊 這個 函數的凹凸程度 如果太複雜的話 關心動量是沒有辦法解決這一個問題的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啊 我們 就是這個 在解決局部集值這個問題的 就是這個問題的技術啊 它其實是一件一件累積上去的 不是說今天某個人啊 他突然發展了一個很了不起的這個數學方程式 然後就再也沒有局部集值問題了 局部集值是有很多種小手段去一個一個這樣把它解決喔 那當然我們今天學的第一個非常簡單的 是關心動量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看 第二個解決 就是局部集值的思路是什麼 好 就是 我們之前啊 就是在 就是 呃 我們剛剛那個還是純數學的這個 推導嘛對不對 然後 我們發現 關鍵啊 還是那個函數圖形本身到底有多複雜 所以有沒有 一個想法就是 我不要去解決 如何優化這件事情 我讓我的 函數不要這麼複雜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換一個 我現在來跟大家 強調一件事情 來 上節課我們是不是說 深度神經網路 如果 這個 疊得很深 它就很複雜 那複雜的好處是什麼 比較容易擬合任意函數 對不對 這樣子你的X跟Y 無論是什麼關係 你就把它擬合嘛 對不對 好 可是啊 就是 這個缺點當然就是 呃 就是 如果太複雜的話 優化就不容易 對不對 有沒有一種可能啊 我們 在 降低 函數複雜度的狀況之下 仍然保證它有能力擬合所有的函數 這件事情聽起來有點 聽起來有點 不可思議啊 對不對 欸實際上是可以的喔 你自己想想看 因為 優化的困難程度 和 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的能力 這應該是兩個維度的能力啊 他們 雖然都跟函數的複雜度有關 可是你很容易就可以寫出一個很複雜的函數 但它其實沒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啊 好 我現在 你現在隨便寫一個什麼 什麼 Y 等於X的 1000次方 開始好了 什麼 AXX的 1400 加 BX的 999次方 好這樣子 依此類推下去 你有1001個參數要 fit 對不對 絕對比那個 我們 這1001個參數要fit 絕對比我們上一節課 最複雜的神經網路要fit的參數都還要更多 這樣可以吧 可是它可能沒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 所以說 函數的複雜度跟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喔 好有沒有什麼函數啊 它擬合任意函數的能力還不錯 但是 但是它就沒有那麼複雜 沒有那麼難解咧 來 我們這邊改一個 我們這邊來學個東西 叫線性整流函數 簡稱relu 好你以後看 按照我目前的規劃 我會給你們paper看嘛 你paper很容易就看到這個字了 就叫relu 好 這relu 第一次被提出來啊 就是我今天前面兩個 就是我今天啊 前面三個小節教的技術啊 都非常 就是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啦 就是都不是什麼新鮮貨 但是就是 我們來把這些東西全部組合在一起 那效果是不錯的啦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relu 這個 它第一次被提出的時間不可考啊 那什麼時候開始被大量應用呢 2012年之後 好這邊有一個網路啊 叫alexnet 就是這兩個人發展的 好這個人 alex 就是用他名字命名的啊 因為他叫alex啊對不對 好這個 那個 Jeffrey Hinton 這個是人工智慧之父啊 那個 如果 上節課你有印象的話 1986年那篇paper natural paper 就已經有他了 好 所以說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啊 這篇paper 啊我已經 統計至2018年6月子 他被引用23000次 是不是 好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幾次了 好了 應該有10萬吧 欸 怎麼不給我google了 好吧 好吧算了 等一下再說 好 那radio是什麼東西 這個 我先講一下喔 這一篇paper 這一篇paper 他不是只有 提出radio 他提出了大概 六種方法 去優化這個神經網路 那不是 不是全部都他原創的 但應該他應該是第一個把這麼多技術全部放在一起做的人啊 這樣子 好 那 但其中裡面有 有元素是他原創的喔 就是 但是之後 可能到 欸可能第四節課才會教到吧 或者哪一節課 我有點想不太出來 好 那這個 呃 我們現在就來教一下radio是什麼 radio就是一個 非線型轉換層 我們本來的非線型轉換層是 這個 sigmoid function 對不對 就是 你做完linear predictor之後 你要過 s型函數轉換 把它轉成0到1之間 好 我先 問一下大家 可不可以不要做非線型轉換 我們現在看一下 再 再 給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第一課 第一課這個式子啊 我們看一下 十二萬次 也不算太少啦 雖然 比不太上 那個 上禮拜看的 但是 不算太少 來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式子喔 我們再 給大家 復原一下 來 這個x經過w之後 這是線性 線性運算對不對 線性運算完之後 經過非線運算 再線性運算 可不可以把中間這層去掉 直接把l1丟下來 變h1 可不可以 好 大家都說不行 那不行的原因是什麼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蛤 跟微分有關 沒有關喔 跟微分無關 沒有人想的到 我再給大家一點提示啊 為什麼 好 來 你想想看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 xw 對不對 你把xw 不經過任何轉換 直接丟進這裡 那就xw w對不對 xw1 w2 對不對 那w1跟w2 可不可以先乘在一起啊 好 我就換個講法 如果你不做非線運轉換的話 你x後面 無論乘多少個w 你乘上w1 再乘w2 再乘w3 依實類推 乘到w100 好了 這個w1到100 一樣可以先乘起來 所以一定找得到一組 xw 這個xw 這個wa好了 這個wA就等於w1乘到w100 對不對 所以啊 如果你中間不做非線運轉換 你乘100格跟乘1格 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吧 所以沒有非線運轉換 這整個式子 就是 線性預測 不是非線性預測 好這樣可以齁 好所以說 我們現在知道一定要做非線運轉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一定要做非線運轉換 這個 非線運轉換 可不可以用這個step function step function 就是大於0的時候 我們輸出1 小於0的時候輸出0 好為什麼不行 微分沒有微分 不是微分 就是微分 沒有斜率啦 對不對 來很好 加個0.5分嗎 均衡 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這個非線運轉換函數 一定要 呃 我一定要用 第一個是我一定要用 但是 我不能夠 就是 我 我這個東西 要可以微分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可以微分 好那 呃 怎麼樣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 在我們 看到Radio以前 我們先思考一件事情 這個 非線 這個 非線性 轉換函數 微分之後 他一定就是奇形怪狀的嘛 不然他怎麼叫 非線性轉換 非線性函數咧 他一定就是斜率 他的斜率一定就是 不是永遠都是1嘛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小於1 有時候大於1 一定就是怪怪的嘛 對不對 不然他就不叫 非線性轉換函數了嘛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欸 我 講個電話 好我們剛剛講到說 就是 非線性轉換函數 就是他有個特色嘛 對不對 就是 你現在很 就是 雖然他就是導致T度消失的凶手 對不對 但是 你就是不能沒有他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要找的 非線性轉換函數 我們希望有一個特性 就是希望他的斜率 呃 欸如果他是線性 如果他 我們沒有做任何轉換 就是斜率永遠是1嘛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優化就會比較簡單 對吧 所以說 欸我們希望他大部分的時候 這個斜率還是可以是 呃就是是1這樣子 或者是 呃不要離1太遠 這樣子的話 這個非線性轉換 的函數啊 就不會對我們的 優化造成太大的影響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relu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relu就是staff function 的一種變形 怎麼樣 你本來是 大於0的時候 staff function是輸出1嘛 對不對 那小於0的時候 staff function輸出0 relu變成大於0的時候 就輸出本身 小於0就不要輸出 就輸出0 所以 t度會消失的部分 只有這個部分 對不對 小於0的地方 t度會消失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 簡單的想一下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們的x 就是我們x input進去之後 它 大於0跟小於0的 機會是各一半 假設機會是各一半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 只會有一半的 數值 t度消失掉 這樣可以接受吧 比起sigmoid function sigmoid function 是什麼樣的狀況下 會消失 就是h很接近0 或很接近1的時候 都會消失 所以h的有效值域在哪裡 就是 原始輸入的有效值域 是不是可能正負3 因為正負3 以外 經過sigmoid function 它就會非常接近0或1,2 因為它是要exponential的喔 好 可以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說 sigmoid function的有效值域 是不是就很窄 就是 能傳t度的值域就很窄 可是reliu不一樣 reliu至少一半 如果 如果 在理想狀況下 可能會有一半的值 有辦法去傳遞它的t度 這樣可以接受 當然啊 會有一個問題啊 誰跟你講說 輸出勾剛好都是 都是 大於0小於0是各一半的 有時候可能 90%比10%啊 那這樣運氣比較好 有時候運氣不好 就10%比90% 對不對 好 但是無論如何啊 它的值域還是比sigmoid寬得多啊 所以它好優化非常多 那你要怎麼把reliu 換到 這個mlp裡面呢 非常簡單 你就是飛行轉換層這邊把它改掉而已 這個夠容易了吧 對不對 好注意哦 以後你們的 這個預測函數 你們一定要有 腦袋裡面有這個概念 因為之後寫套件的時候啊 雖然 是不用自己解為分了 可是你需要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這樣分開的這種 遞進的結構啊 叫architecture 就是 這個網 network的architecture 就是在講這個部分 就是它連續是 誰丟到誰 誰丟到誰 繼續 然後繼續往下丟 對對對 這個叫architecture 那這個 這個 你就是把 sigmoid換成了reliu而已 這是非常簡單 解為分的部分 解為分的部分 這個 基本上只有換掉 本來這邊是h乘上1-h 現在改成了reliu的微分 那reliu的微分就是 如果大於0 就是 本身 那小於0就是0 這樣可以吧 大於0就是1 大於0的微分之後是1 好 那這個 我 大家可以試一下 就是 我們把上捷克的這個 這個 dip mlp trainer 本來啊 它是這個 本來它是 那個sigmoid function 對不對 我把它改reliu了 把它改reliu以後啊 這個是 上捷克的語法 上捷克的語法 是沒有改reliu的喔 好 大家可以試著 把它變成下一節課 把它 你如果 懶得改的話 你就直接貼 好不好 直接貼就是有reliu的 貼完之後啊 我希望 你要試著 做 深度神經網路 更新的效果 好 你看 大家注意一下喔 就是 你可以試著 我們上捷克是不是 只要深超過六七成 它好像就沒辦法優化 對不對 這次我們可不可以試著 給它再更深一點 就是你 或者你六七成的時候試試看 當然你一次給它一百成 它也是優化不了 好不好 但是 我們試一下 reliu是不是真的 比四七成的好啊 好 我們就這個樣子 來給大家試一下 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 優化 比較多成生 有沒有 比較容易成功 有沒有人試的 都沒有人試啊 都沒有人試 我們來自己試試看好了 好不好 這個上捷克我們這樣會成功嗎 對不對 我們再做一次 欸 好像失敗了 我們 真的是這節課 語法的問題嗎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把這邊 這是上捷克的語法嘛 對不對 我們把這裡 這裡改名字好了 來 這是上捷克的語法 我們把它改成叫二好了 然後我們把它改叫二 那我們看二可不可以做 你發現二可以做對不對 他可能沒有做得很好 但是可以做 對不對 那我們再把二改 改回來改一 這裡一好了 好 你發現什麼 我剛剛講了半天啊 好像跟我講的不太一樣對不對 Ralue好像沒有比較好 至少在優化生成神經網路的時候 好像沒有比較好啊 對不對 好 那我們 我們 那它到底有什麼好處啊 來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好不好這件事情 不是一定 說 它就是比較好 它就是比較不好 這樣子 就是我完全可以故意設計一個 呃情境之下 然後就告訴你說 喔真的 你看 在這個 Ralue就真的比這個 Skemoid好 好關鍵還在於 那個植域的問題 就是 你的植域是 你 你 傳過去的時候 那個H啊 預測出來H 它如果 你很不巧的在某一層 預測出去 全部都小一點 那這個Ralue就爆了 這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然後剛好 就是那個 那個情境之下 這個Ralue 剛好這個植域都在 說-1.5到-0.5之間 那你就會發現Skemoid動得了 但Ralue動不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 我這邊想告訴大家的是 這個Ralue 它不見得 不見得在任何時候 都比Skemoid來得好 而且我跟你們講 就是 我可能只會教你們 呃 除了Ralue跟Skemoid以外 我應該頂多再教你們一個 飛行運轉換函數 可是飛行運轉換函數 常用了好像二十幾種 包括 就是如果 反正你們現在 一定覺得TRAPGTT很厲害 對不對 TRAPGTT用的 飛行運轉換函數 那絕對不是Ralue 也不是Skemoid函數 不過 就是他們本質上差不了多少 所以 你必須把 飛行運轉換函數 這個東西 當作是一個參數去調 對 就是它在某些時候是有好處 有時候理論比較好 實際也不見得會比較好 給大家一個提示 我們等一下上課的時候 還會有一個 理論比較好 實際上不見得比較好的東西 好那 可是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特點好了 它還是有一些特點 好 直接來說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個東西喔 我這邊想帶大家看的是運算速度 也就是說 我現在 這個 DLM Trainer1 是Ralue嗎 對不對 我們來看運算速度 我這邊就只給它 兩個 然後我們給大家看 好 它割出來了 這是它割出來的邊界 對不對 4.06秒 對不對 好 我們把它改成 Trainer2 我們來看時間差多少 好 有沒有注意到Reduce稍快 稍快一點 然後 它 2020的時候 它這個東西 我們 它這個東西是不是優化不太出來 好 那我們再 多一點好了 好這樣可不可以優化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應該可以了 還是還是不太行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1 欸 它已經優化不了了對不對 好 所以Reduce到底有什麼特點啊 我們來 我們從圖形上 我們來從圖形上來看好了 你應該發現一件事情啊 就是它的邊界啊 不是非常光滑 你看得出來嗎 它是一直線 我們來對比一下好了 這張圖它的 我們如果要看它 更 更明顯的這個 分割邊界的話 我們來少一點 你就會看到它的 那個分割邊界會非常的 欸這個 這樣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好 我們換 我們換 換一組Data好了 好 這樣子 好 你看到了吧 我想要demo的這件事情 如果你把這邊改成 你把這邊改2的話 你看到沒 一個是畫曲線 一個是畫直角對不對 這個直角夠明顯了吧 我想要給大家看就是這個直角 Radio的特性啊 就是有這個直角的特性 為什麼 你可以想像這個sigmoid的函數 它還是一個光滑的 它還是一個光滑的 雖然說它到了一定 靈界值以後 它就不會動了 但是它的 它在 0到1 機率0到1之間 是一個光滑的轉折 這樣怎麼會是 可是Radio的Radio非常硬 0就是0 這樣可以嗎 所以Radio切割出來邊界是這樣 第一個Radio算得比較快 大家要注意Radio算得比較快 這件事情 現在你可能會覺得差個10%的時間沒有差很多 之後會差很多 那第二個是Radio啊 它可能這個 它抓出來分割邊界它比較硬 當然如果 如果你給它 就是說你給它這個神經元夠多 它還可以割得很像圓 可是 神經元多寡跟函數的複雜程度是 就是 如果 因為我們現在input只有兩個嘛 就X1跟X2 所以你給它20個 它當然看起來就會割出類似圓的東西了 可是如果你的input有超過100項 100項 那 你給它5000個可能都割不出圓 這樣子 因為這是在100為空間中 這樣懂我意思 所以Radio啊 它的分割邊界是比較硬的 這件事情需要注意 就是 如果你的input跟output的關係 是比較硬的 我們叫比較硬的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舉例子 舉例來說這個 呃 呃 我來想一下好了 好這個 舉例來說 年紀超過50歲以上 就一定會停經 婦女一定會停經嘛 對不對 這是不是很硬 這是有個很好的cut point 不見得那麼絕對啦 但是它確實是比較像cut point 對不對 比起年紀跟死亡率的關係 年紀跟死亡率的關係 好像就沒有這麼cut point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 你還是可以根據你的x跟y去設計適合的函數 當然啊 就是你的網路夠複雜 它還是可以擬合出來的 網路夠複雜 神距能夠多 乘數夠多 radio也可以變成畫圓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四節 第四節我們要教 我們今天 我們還要再教一個東西可以解決這個 就是 呃 就是可以解決局部即職的問題 要小批量提讀向法 好當然在 它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純粹是個意外 我們先來 講一下它為什麼我們要用它 就是啊 在我們之前的例子裡面 我們每次更新權重的時候 是不是都用所有的樣子 注意我每次都是把所有的x丟進來啊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在前面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sigma 大家仔細看一下這裡 在這裡 好這裡其實有個sigma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要把所有的都加起來 這樣可以吧 好那 你現在的樣本 我們現在的樣本 可能只有幾百個幾千個 甚至如果說之前 呃 如果你上一個學期 有用那個就是 完整training sample 可能有二三十萬 那如果你以後 要假如說 你可以想像 呃 假如說 如果你是要training chip gdt好了 絕對不可能全部 data一起 一起training嘛 對不對 所以 理論上 如果你的sample size 假設有一百萬 你從裡面隨機的 抽一百個 這一百可不可以代表那一百萬的sample 這樣可以啊 對不對 統計學是這樣教我們的 如果說 如果說我今天 這個我手上 呃我今天有個母群 對不對 台北市的人口有兩百五十萬 我想要知道台北市的性別比例 我有需要把兩百五十萬人全部都做完嗎 好像不用吧 對不對 抽個一千個 準確度就很高啦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呃但是 那一千個你可不可以去路上亂找 不能對不對 你要真的造冊隨機抽對不對 好 可是當然我們現在有所有的樣本啊 我們要隨機抽這件事情不難對不對 好 所以你每次抽一小部分的樣本上來 然後再用這些data去做權重更新 就是你每次做權重更新的時候 是用不同的樣本喔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小批量梯度線樣法 這跟全樣本梯度線樣法結果不同 好 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BerrySize等於5的時候 跟BerrySize等於1000的時候 1000就是Full Sample啦 它的損失函數的變化情形 為什麼這個不會動 因為它是全樣本 這樣可以的意思 那你每次只抽五個 它的波動是不是就比較大 好 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囉 請問大家 如果你想解決的問題是 你不想被局部極值困住 你不想被局部極值困住 批量大小 你每一次抽 30個樣本比較好 還是300個樣本比較好 好30個樣本比較好 有沒有人反思反對意見的啊 有沒有人覺得抽300個樣本比較好的 好不然我們一樣舉手一下好了 30個樣本比較好的舉手 大家都被意見領袖說服啦 300個樣本比較好的舉手 沒有人 你要不要講講為什麼30個比較好 就 照前景來看的話 就是 小一樣的它 就是感覺很重 所以說 會給模型帶一點 那你不怕它就找不到全局極值喔 對 你不知道感覺會這樣子 好 如果是大局極值那個全部的話 就是如果它會在局部極值 有沒有極的感覺 基本上啊 如果我們的角度是 局部極值的話 就是 我們現在 這個我先跟你講 你講的是對的 好不好 你答對了 就是我不確定其他人是不是那麼像 你如果希望不要困在局部極值 當然是希望 這個 它的函數動不動就變來變去了嘛 對不對 你變來變去你就不容易 因為剛剛的局部極值現在就不是啦 你就不會被困住了嘛對不對 所以啊 這個 呃 你講的是沒有錯的 哇 俊和等一下也幫忙加個分啊 登記一下 好 可是啊 我們來 從理論上來講一下 欸 不過沒有可是啊 你講答案就是對的 我要從理論上講一下小跟大的差別 欸 現在我們統計在抽樣的時候 我們希望Sample是大 對不對 剛剛看到有一些人不敢舉手啊 可能想說大對不對 Sample大 在統計抽樣的時候Sample大 的好處是什麼 我們平常在上統計課的時候 有人覺得自己的樣本越小越好的嗎 應該沒有吧 大家應該都希望自己的樣本越大越好 越大 大的好處是什麼 大的效果是什麼 講一下 可以代表母群 可以代表母群 代表母群 呃 有沒有代表性 這件事情跟 樣本量大小沒有關係 是跟你的抽樣方式有關係 如果你都抽女生的話 即使你的樣本有100 100萬 一樣不能代表台北市 嗯 等一下 都講 Sample大 喔 Sample大大比較比較小 對啦 這幾值對整個預算結果 整個預算結果 整個預算結果 已經抽到幾值 好就是 因為既然他那個幾值 他一定很稀有嘛 對不對 你比較不容易抽到幾值 這樣子 好 基本上講的都對啦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 呃 呃 當然他實際上不叫標準差啦 標準差是一樣 只是那標準 標準物啦 或者說 這個抽樣分佈的標準差 不過我們不要糾正這個 這個TEN好不好 那 我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 他的便利就比較大 好 你現在看圖 欸是不是 小樣本便利就大 大樣本便利就小 所以你需要一個 你在統計抽樣的時候 你需要一個很確定的參數的時候 你希望那個參數 是準確的 然後希望你抽出來的男女比例是準確的 那你當然希望 樣本要大一點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希望他的便利要大 那你 樣本量小一點是沒有問題 好 所以說 呃 所以說如果你想解決 如果你怕被局部極職困住 你應該 樣本量要小對不對 那如果你 怕 找不到全局極職 你樣本量是比較大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欸 我覺得你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你疑惑在哪裡 還是你已經跳到下一個層級了 因為我準備要講下一個層級了 還沒有跳到下一個層級 現在我們程式是自己寫的嘛 對不對 你覺得 剛開始training的時候 你比較怕哪件事情 那 training到最後的時候 你比較怕哪件事情 剛開始training你一定比較怕 因為隨機起始值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比較怕被困在局部極職啊 那training 先training個五千代 基本上他應該已經走到全局極職附近了吧 這個時候你應該比較怕找不到全局極職吧 對不對 因為畢竟你已經走很久了啊 對不對 該被你跳過的地方 都已經被你跳過了 所以其實這個 你的這個 這個我們批量大小叫bench size 這個bench size 其實可以 一開始小一點 後面大一點 這樣可以吧 可以有創意一點的 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呃 如果我們實際上做小批量 樣本大小就是 呃 我這裡我沒有 我沒有用程式嘛 我只是給大家看 之前我們這個 B1-2 BU2-3的這個數據 如果沒有這個擾動 他是沒有辦法滾過去的 當然如果 你批量大小等於30的話 他這個函數圖形大概會 類似這樣動 你看他會滾過去喔 他最後會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喔 這樣可以吧 他那2-3左右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小批量 梯度下降法 他本身啊 不是 他本身其實一開始是想要拿來解決 記憶體不足啊 或是運算資源不夠的問題 但他有附帶效果 這個附帶效果很棒 就是 如果你的 這個 如果你害怕被困在局部緊急的話 這個 他可以幫忙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 我們先 我們先來這裡 我們先想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在想一件事情 大家覺得如果你的 批量 就是你的批量一直都很小 呃 主要說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呃 我們來用這個sample好了 欸等一下 我沒有training 我沒有辦法實驗 就是 如果說 你的批量都很小的話 你覺得 你比較有可能切割出 很完美的分割邊 就是 主要說 以這個sample來講 你覺得 你比較有可能切割出 完美的分割邊界 還是比較 呃 可能會比較傾向 比較rough 大家覺得比較rough 對不對 好 這個 蠻直覺的 答案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有擾動啊 他有擾動 你怎麼切割出很完美的分割邊界呢 對不對 欸 切割出比較rough 這件事情 是不是 比較 呃 我們給大家看這張圖好了 就是 好 就是 有個東西叫overfitting啊 就是 呃 上學期有上課的同學就會知道 但是 我們來給大家看 這個藍點跟紅點啊 用黑線切 看用 綠線切哪個比較好 你可能會覺得黑線比較好 雖然他有一些 分類錯誤 對不對 為什麼你會這麼覺得 因為你會覺得 這些紅點跟 藍點啊 他們 也許 為什麼會有一些超過這個邊界 他可能是bytrance 是 這個data 長這個樣子 下一個data可能就不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黑線比較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 你希望 你不希望過度擬核的時候 你就希望 你就希望用那個黑線 對不對 所以 bassign小的時候 他除了不容易困在局部機制 他還比較不容易overfitting 對不對 那overfitting的缺點是什麼 就你training data做得很好 overfitting本身的意思就是 training data做得很好 但是你到了radation data的時候 你到了一個新的樣本之後 你就發現你只會考考古題啊 新的題目就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 之前有個人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這一篇 pepper 這篇pepper 他做了什麼實驗呢 他就用不同的bench size 用不同的bench size 然後又跟不同的learning rate 然後來看看啊 這個 來看一下這個 他的意思 這一個的意思 他就是 這個就是最好的意思 這個最黑就是最好的意思 他 他離best task accuracy 是最接近的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很差嘛 對不對 你看看到了沒 到了 如果你用 這個這邊 有什麼resnet啊 什麼lxnet 你看過了嗎 我們剛剛教過了 我們還沒有教過啊 只是聽過這個名稱而已 這邊好多個net 聽不懂名字沒關係 你只要知道 他們在做不同的實驗 在不同的dataset 跟不同的網路架構 神經網路 的前提之下 我們來看看bench size 跟land rate 跟 accuracy的關係 你會發現啊 這個 bench size 如果超過32 幾乎就不會有 best accuracy的狀況 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說 這個 基本上 如果你在training the model的時候 最好不要超過 bench size 不要超過32 好這一個人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啊 這個人 這個 欸 Yang Lecure 他是就是 呃大概我們 呃可能在 過個三四節課也會上到他 這樣可以齁 他是 發明卷機神經網路的人 如果你們聽過 沒有啊 沒聽過卷機神經網路沒有關係 後面反正我就會上到啦 1989年發表的這樣子啦 好那 不過我跟大家講一下 的確 就是他 他講說他看了這篇 paper 然後他講說 這個 千萬 這個 不要用太大的 mini bench size 啊 否則對你的健康有害啊 等等的 好這個 這個 呃 就是這個話齁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這一篇 paper 他 描述的這件事情 是對的 就是bench size 不適合太大 因為bench size 跟overfitting有關嘛 對不對 可是32這個數字啊 是 沒有那麼準確的 因為這篇 paper 用的 data base 他都相較之下 沒那麼複雜 如果今天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研究 是一個很複雜的研究 就在說 這個 之後你們會接觸到一個 呃 有一百萬張圖 然後 一千個分類 叫 ImageNet 他的分類數啊 他的data數都非常的複雜 這個時候 bench size只有32 可能就 不見得很夠 因為你們看 他的data 如果你的 bench size實在是太小了 小到只有2 有時候也不見得這麼好 對不對 你看 你在 至少在這個條件之下 他就沒有辦法達到 best accuracy 是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這個 每一個 data set 他適合的bench size 是 就是 是不太一定的 因為要跟 跟你的overfitting的程度啊 還有你的問題的難度等等有關 好 不過總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不是越大越好 你光知道知道這件事情 大不見得永遠好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就是 這是一個適合 有時候需要調整一下的超參數 好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一樣啊 就是 這是 這是某一個 這是某一個 data嘛對不對 然後 你試一下 我們一樣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 然後你可以貼一下後面的程式嘛 然後來run一下 然後你試一下 看看就是 Berry size大小 然後你現在好幾個參數可以調啦 然後跟能不能優化的關係 好 大家看一下 就是 基本上 這一題 你只要貼一貼就可以啦 那 裡面的語法 我覺得大家不用太仔細看啦 如果你一定要看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 就是在這裡 就是你要你要去抽 你在迭代的時候 你變成要先抽一些樣本出來 那抽完那樣本之後 你只要用 那一些樣本的data來做training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那 這個是小事啦 那 就是改這些語法是小事 你要理解他的邏輯就可以了 到了 你要用套件的時候 基本上你都在 你都是用那個套件 就是一個參數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是用 我們直接看結果好了 這個是用 參數完全一樣喔 這邊band size100 這裡band size20 你可以看到100 割出來的邊界 是不是有非常多這種 中間有這些洞 對不對 那 20 割出來的邊界 這個洞就少了非常多 基本上他可以連成一大塊 好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這就是 有沒有過度擬合啊 這個基本上就是過度擬合了 因為我今天給的這個起始Sample 我有給一些Noise 這個Noise是 這個Noise 我到底有沒有去學到那個Noise 我學到那個Noise 就會造成你的分割邊界 是長成這個樣子 因為你要 完美的Fit它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 所以說 band size小一點 基本上 有的好處就是 比較容易優化 比較不容易過度擬合 那 當然 唯一的缺點 就是當他小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可能就太Rough了 就是有一些該學的特徵沒有學到 我這邊舉個例子啊 舉個例子啊 如果 你的band size太小 他可能永遠都只會畫圈啊 他不會畫雙圈 這樣聽得懂的意思嗎 但雙圈也許是他該學到的特徵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最後 今天我們要教的最後一個東西啊 今天最後一個東西啊 就是 呃就是 這個東西就真的很厲害囉 我們今天要學的最後一個東西 他是2012年以後的東西了 就是 呃 為了解決 不管是解決T度消失或是解決局部集值啊 他是兩個一起解決啦 但是沒有 效果沒有那麼好 就真正解決的是2016年之後才解決的 T度消失的 那 呃 這個方法現在就被拿來做局部集值的解決 但是也 他也可以拿來解決T度消失 只是程度上沒那麼好 好 那他的方法叫自適應學習率優化演算法 好這個 這個 名字喔 先不用記啦 他等一下有個簡稱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 這個 我們 到底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這是 剛剛Band Size等於20的時候的 的那個就是 的那個 Lost軌跡 這個Lost軌跡啊 跟上個禮拜 的有什麼不一樣 上個禮拜是 會有一個突然跳起來 然後回去 跳起來又回去對不對 那這個禮拜 Band Size小了以後 你看他的Lost軌跡是 他到了一定程度之後 就開始 就開始會 上下震盪 對不對 這個上下震盪是正常的 因為你抽樣嘛 對不對 你想要讓他上下震盪變小 你就會Band Size射小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一個解決震盪的方法是 你的Band Size 一開始隨著時間慢慢變 隨著時間慢慢變大 這樣可以吧 另外一個方法是 你的學習率 其實也可以慢慢變小 就是你的步伐 你希望你的步伐 不要 就是 不要永遠的固定 一開始的時候 走路走大步一點 之後走路走小步一點 這樣比較容易微調嘛 當你走路走很小步的時候 這個 隨機抽樣造成你的 就算你有一些偏移好了 就是你走的方向有些偏移 那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了 那我要怎麼解決學習率 我要怎麼讓學習率慢慢下降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原則上如果我想要讓 學習率慢慢下降 那我通常會設計一個方程式 我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 學習率等於 疊代次數 假設說 一減掉 一萬分之疊代次數 類似這樣子 那這樣子 如果這個疊代次數是 9999的時候 那這學習率是不是就非常小 如果學習率 大概是在第一代的時候 一減掉一萬分之一 學習率是不是就很大 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通常我們如果希望 我們的 就是 希望我們有個東西要隨著 某一個 我們的 假設說我們的學習率 要隨著疊代次數的變動的話 我們會希望 建一個方程式去連結他們 這樣之後比較方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人家怎麼解決的哦 來看著哦 第一個 2011年所提出的方法 叫AdaGrade 這個AdaGrade 是什麼呢 就是 你每一次算出來的這個 Gradient 就是你每一次 對X來講 你丟進去這個 導含數裡面以後 你算出來的Gradient 舉來說是正4 有時候是-4嘛 對不對 他就把這個 你的Gradient 然後平方 平方以後一直累加 你看這個N 這個N是一個新產生出來的東西 這個N 等於上一代的N 如果是第一代就是0 那加上Gradient的平方 所以如果你這裡出了5 那這是不是就25 然後下一次出-4 這是不是就變16加上25 等於41這樣可以吧 再下一次出3 那就再加上9 等於50 所以這個N 因為他加的是Gradient的平方 所以他會越變越大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他會越變越大 他越變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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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Learning Rate 變成 我們的T度下降法 變成 減掉LR 除以這個東西 注意這個東西 是越來越大 對不對 所以分母越來越大 整個LR 整體的LR 是不是就越來越小 可以接受嗎 這樣有什麼好處 用他的這種設計方法有個好處 我們在優化我們的深度神經網路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是反向傳播法 是求偏導函數是要解連鎖率 所以越 越外 越靠近輸出層的 是不是 會被 非線性轉換函數降低的越少 會經過越少次的 非線性轉換函數的微分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有些疑惑的感覺 我們就回到我們第一課好了 就是如果你啊 如果你的 你的你看你的W3 他是不是沒有經過 H乘以1-H 但是你的W2就有經過一次 W1就經過兩次對不對 所以 W3跟W1還有W2 T度的絕對值 是不是 W3應該會大於W2大於W1 因為 W3他 因為這個東西很容易產生0嘛 這個東西很容易產生0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你這個東西是不是要乘上一個 很容易有0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的絕對值應該大於他 也會大於他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對於他來講 他的學習率 是不是可能要大一點 對他來講可能要小一點 那 對他來講 他更新到某一個期間 他可能已經走很多步了 他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再動 之後我們再慢慢修這裡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方程式就有這個好處 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動得很快 你一開始動了10 動了20 那你是不是很快這個N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你就幾乎不會動 那如果你一開始都是什麼0.1 0.1平方之後只有0.01 這個數字根本就影響不大 所以說 這個AdaGrade的好處就是 他對於 不同層 不同層的神經 就是不同層的權重 他可以給予一個不同的優化的學習率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如果你要把這樣的一個語法來實現的話 實現不會很難 就是 你每次在運算的時候 你先算出你的Gradient 那Gradient的平方 就是N N一開始是0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 你每一次的運算都是 Learning Rate除以SQRT N加上一個很小的數字 這個很小的數字 我是設 10-8次方 再乘以Gradient 好 這裡我就不重複了 這個方程式應該沒有那麼難懂吧 可以理解吧 好那這有什麼缺點 這個方法有個缺點 就是 T度平方向的概念很好 他的公式有個問題 就是 隨著累積T度平方向的增加 整體學習率會越來越非常靠近0 當然呢 到0的時候也許你覺得 那他就不應該再優化了 可是 如果說 如果說 他到0的時候還沒優化好 那怎麼辦 那是不是就很麻煩 那我前面是不是要加一些有的沒的參數 舉來說 那我這裡N 我要給N 我舉來說N要除以2 或者我這邊 這邊是根號嗎 改成4次根號 改成4次根號的話 這樣子學習率會降比較慢嗎 對不對 這是不是很麻煩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Ada grade 我們要怎麼改進 後面 這是後面的人提出 這2013年的paper Ada delta 你看他怎麼改喔 他給一個 Beta2的衰減係數 介於0到1之間 這什麼意思咧 來你看喔 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差別只在這裡多了一個Beta2 跟1-Beta2 跟1-Beta2 Beta2跟1-Beta2 對不對 你這裡加一個Beta2 假設這個Beta2是0.999 反正就是一個小於1的數字 那當 Gradient是0的時候 當Gradient是0的時候 這個數字是n 是不是會越來越小 因為他會衰減 上一代的這個乘以Beta2 他就會等於nt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個n是不是就會越來越小 當你這裡是0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就會越來越小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換個講法 當這個數字 比這個數字來得更小的時候 是不是 這個數字整體來講就會往下走 當然跟這個權重 你怎麼調配有關係啊 你如果Beta2調成0.5 你Beta2調成0.5的話 就會完全按照我剛剛講的方式 就是他 如果這個數字 比這個數字來得小的話 他就會變小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所以 有了這個衰減項 這個衰減項的好處是 這個n 他不會越來越大 他原則上是往大的方向跑 可是他會慢慢的衰減 只是衰減的很慢 假如說我們這邊設0.99 那他就會衰減的非常慢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 就是 每次你擁有的數字 你都要抽掉千分之一的稅 好 那你得到你的NT以後 你再放下來 這樣的優化 你就不會遇到 學習率一路往下降 降到幾乎沒有了 對不對 但是你這裡的數字射的很大 射成0.999 所以幾乎 你幾乎還是越來越大 因為你只是減低 降低 少掉千分之一 少掉千分之一是 少掉很少 少掉非常少 因為 因為這個千分之一是負弊的千分之一 也不是每次就 不是過一千代這個東西就沒了 對不對 過一千代他還有0.99的一千次方 0.999的一千次方也不怎麼小 不然我們來算一下 0.999的 1千次方 他還是有個0.36 所以這個 這個 原則上 他還是越變越大 只是有一個衰減係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如果你 接受 阿達Delta的這一個 方程式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前面不是有學冠性重量嗎 這個式子裡面有冠性重量嗎 沒有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把冠性重量加進來 來你看喔 冠性重量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 等於 這邊在減掉 上一代 上上一代減掉 上一代減掉 上一代減掉上上一代的值 然後乘上一個M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 所以 上一代跟上上一代的值 這不就是 上 上一代的Gradient嗎 注意喔 上一代減掉上上一代的值 是不是就是 LR乘上Gradient 我們現在回到這裡來 好 這個東西減掉這個 這個東西本身是什麼 這個東西本身不就是 t-2 減掉LR 然後這邊t-2嗎 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是 這個 你現在把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把它看成 t x的t-2代 減掉LR的 然後t-2的x 代進的導含數 他是不是等於x的t-1代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 所以說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換成 t-2 減掉 然後這邊也帶t-2 進他的導含數 這個t-2 是 這裡的t-2 是不是可以跟這裡的t-2 消掉 所以 這一項 是不是可以看成 LR 乘上 那 帶t-2進去導含數 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是他的t度 是不是可以看成 t度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裡可以看成 上一代的t度喔 如果你接受 他可以看成上一代的t度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 式子的擴展 來看著 剛剛我們這裡是n嘛 對不對 n是平方向 我們這裡是不是可以給個 m 向 m 向就是 上一代的t度 加上 這一代的t度 這個 上一代的t度 然後變成下一代的t度嗎 對不對 所以 m 等於 beta1 beta1 可能是0.9 0.9乘上 上一代的t度 加上 這一代的t度 然後乘上 1-0.9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m 當你m這樣換進來 這 是不是就是慣性動量 好 那注意一件事情 當 因為最開始的時候m跟n都是0 對不對 就是在第一代的時候m跟n 是不是都是0 所以 這個時候你 是不是要承受一個1-beta1 是不是很討厭 這 這裡是0的時候 第一代的時候這裡是0 所以我這裡 我不希望他衰減 對不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 再給他做一個轉換 就是 我們啊 把 mt 再除以1-beta1的t次方 當t等於1的時候 我是不是 直接除以這個 那這個跟這個相除 是不是直接消掉了 當t等於2的時候 這個數字是不是變成 1-0.9的 平方 那是不是0.18 這裡是0.9 是不是 這個數字保留一點 啊這個數字是不是 又把它除下一點 這樣子 是這個 這個過程 m換成mhart的這個過程 我們叫他normalize 就是因為我們本來有這一項 那這一項會讓我們在初始的幾代的學習率太低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你一開始這裡是0嘛 對不對 那我把它除以1-beta1的t次方 是不是就可以解決掉這一項 當t很大很大的時候 那這個有除等於沒除嘛 對不對 當t很小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這一項給消掉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它 所以說 你看 你把mhart跟nhart換上來以後 這個式子 最後我們的這個式子 我們對t度下降法做一個 就是我們把冠性動量 跟adagrade 把它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變成了這個東西 大家看得懂這個數學式子嗎 應該不會太難懂吧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叫 這個 這個東西叫adam 這個adam這個方法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 adam到底被引用幾次好了 好 13萬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啊 這邊 現在我們怎麼看到的paper 動不動就是10萬起跳 好啦 這個人工智慧現在確實就是人工智慧的時代 所以說人工智慧的paper 只要 當然就是這些也是頂級的paper 就是非常重要的paper 所以我會講 他們所發展出來的方法就是 有很多人都覺得很好用 所以說動不動就是10萬次以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要實現沒有很難哦 首先 你先得到一個m 對不對 m就等於beta1乘上m m一開始等於0 加上1-beta1乘上gradient m就等於beta2乘以n 加上1-beta2乘以gradient的平方 然後mHat跟nHat 就是都要 再除以1-beta1的i次方 好 這樣子你就可以進行優化了好 所以你數學士看不懂 你看語法 好不好 你兩個交互參照 你看你看得懂哪一個 你就看得懂哪一個 現在我們要做 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如果你把adam 這個方法拿去優化 剛剛的那一個 賽函數的logic regression 你會發現 sgd有辦法優化過去 adam優化不過去 所以想要adam有一些缺點對不對 請問一下 adam的缺點是什麼 看著這個數學士 回答他的缺點 有沒有人意會的出來的 好 我覺得這一題太難了 這一題你們看得出來真的是很難 這個對數學要很深的題目 來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 我們一開始在做這個的時候 我們就看這個 我們就看這個好了 這個沒有慣性動量對不對 對不對 那 大家還記不記得T度下降法的邏輯是什麼 我現在的斜率是 往左 往右 我就往左走對不對 斜率是正我就往左走 斜率是負我就 我就 我就往右走 對不對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 你的步伐大小是不是被T度決定 如果你現在斜率很大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你在一個很陡的地方 說要走遠點對不對 沒有慣性動量的時候 邏輯就是這個樣子 那 為有了慣性動量之後 這個邏輯其實已經被破壞了 因為你還考慮到上步什麼之類的 但是他在 數學 他在物理上還是有他的邏輯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可是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你的 走路的步伐其實是由T度決定的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覺得是好事還壞事 就是 本來是 我減掉LR乘上T度 對不對 我現在變成T度為正 我就減LR T度為負我就加LR 這樣可不可以 就是現在T度的大小 現在抖不抖這件事情 跟我的 步伐大小完全無關了 我現在只看現在是正還是負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本來在決定我走路的大小的時候 我會看目前有多抖對不對 現在很抖我就走路走大步一點 現在很 T度很接近0的時候 我就幾乎不走 對不對 如果我把它改成 T度 大於0 我就 往 左邊走 T度小於0 我就往右邊走 走一個固定的步伐 這樣比起原始的T度現象法 有什麼缺點 想不到沒關係我給你們一些提示 T度現象法在傳統的T度現象法 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會停止優化 T度為0的時候 或者T度很接近0的時候對不對 因為T度很接近0的時候 他就不會動了對不對 可是剛剛那個 如果按照剛剛的邏輯 T度很接近0的時候 他還是會動啊 假如說你現在T度是 正10的-34 結果因為他有一個正 10的-34 所以你就還是要往 往左走對不對 然後你往左走走了一大步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就是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就 反而離那個極子很遠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有聽懂吧 就是 當我 很接近0的時候 也就是很接近我的答案的時候 這個時候 如果你固定的步伐大小 反而會出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回來看這個事 好 這個是 呃 這是我的步伐大小對吧 這是我的步伐大小 對嗎 那 我的步伐大小 很 很大的 就是很 數字很大的時候 N是不是也會很大 可以接受嗎 N很大的話 R是不是很小 R很小 我這個數字很大 這邊就會很小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那我這個數字很小的時候 這個數字就會很大 我這個數字很小 N就會 很小 這個數字是不是就會很大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的式子改了半天以後 哇 這個式子變成 很像我剛剛講那個特性 就是我現在只管方向 我不管大小 對不對 所以說 SGD 就是我剛學了半天 A等在數學室看起來很優美 結果未必比較好哦 SGD不見得不好哦 好當然就是 所以 2017年就有人覺得說 應該在研究初期使用Aden 後面要SGD收尾 好不過這個小Paper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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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人發一篇Paper 也會有人想到的東西 我們就不 我們就不看了 好不好 這種真的是小Paper 好所以啊 這兩個方法都是常用的方法 雖然Aden現在真的很好用 就是他真的可以避免局部及值 因為他他就是會有那個自動調節 我學習率啊 自動調節我現在在哪裡的特性嗎 但是 對於這種簡單的優化 這個問題還算簡單的優化 他的函數圖形至少我還是畫得出來 你有辦法意會的對不對 不是一個多維空間 你根本沒有辦法意會的這樣可以吧 SGD可能還是比較好一點 好但是我們還是要學習一下Aden Aden的強大之處就在於深度神經網路的優化 對不對 所以 好 我們大家貼貼語法 來10分鐘 給大家貼一下語法 一樣就是 貼這個最終版的語法以後 你可以嘗試什麼勒 Number of Hidden的數目 有少到多 Aden可以換SGD 這樣可以吧 然後你試一下 看看 Aden在 深度神經網路 我們認為他在深度神經網路 優化比較威力嗎 對不對 感受一下他的威力 好那我想就是 Aden跟SGD 他在 就是乘數很少的時候 他們幾乎不會有差別 可是 我們還是仔細看一下這個圖喔 當成 你們覺得 這個優化的比較好 還是這個優化的比較好 你們應該會覺得這個優化的比較好吧 差別不大 但這個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那個特性喔 SGD 他的好處就是 他的壞處也是他的好處 就是他根據T度 做步伐的大小變化 那 所以他最後 是真的去fit那個損失函數 注意這件事情 你們要聽懂 就是 你們今天要找到一個 好的分割邊界 其實就是在那個損失函數裡面 找個損失函數最小值嘛對不對 那SGD是完全根據那個損失函數 去決定他的步伐大小 所以 在優化的 狀況比較理想的時候 SGD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Aden的壞處就是 他沒有根據T度決定他的步伐大小 所以在優化的最後 就會沒有辦法優化的那麼好 所以這是Aden的缺點 但是 差距不會很大 因為你可以這麼想 就是 Aden就算 完全他的步伐大小 就算完全 沒辦法控制 假如說就是0.1好了 你認為是0.1 那你就是在正負0.1之間移動 假如說集值是在0的地方 那你就是在正負0.1附近移動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結果也不會太差啦 但是 SGD 在 這種情況下應該會比較好 可是啊 我們講 我們這裡 如果你給他 這個 這個層數已經升到很嚇人了 對不對 這上節課是 絕對不可能優化成功了對不對 可是你們應該都做了吧 應該都成功了嘛 對不對 這就是Aden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T度消失的本質是什麼 T度消失的本質就是 有某幾層的斜率 變得很接近0 0 或者很接近0 對吧 那當他很接近0的時候 你這個 是不是就是代表他現在正在安點附近 那你 還給他一小步一小步走 那你就很容易走到安點了 然後就全部變0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們現在 我們再看一下函數安點 你們看一下這個圖 他這裡是不是一個244 這裡是不是也是一個244 所以很靠近安點的時候斜率是不是很小 他是不是會導引你往安點走 這個時候你步伐如果大一點 你是不是就越過去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Aden的好處是什麼 當你函數充滿安點的時候 你很容易可以越過去 這樣聽懂我換個 我再換個講法 如果你的斜率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的起始值在這裡 單靠貫心動量你是過不去的對不對 可是如果每一步的步伐是固定的 你每一步步伐都固定這樣子 他都過得去了 他在這裡用 SGD過不去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這裡提供了位能太低了 提供了這個位能太低了 所以他過不去嘛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的移動不考慮位能呢 那其實你就有機會過去囉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這個Aden 他的好處就在於 我如果拿來優化 深度神經網路那個 討人厭的T度消失問題的時候 他是可以被解決的 那SGD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SGD不用那麼深啊 SGD可能四五成深 他就受不了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這就是Aden厲害的地方 那所以啊 怎麼樣怎麼樣他們兩個各有各的好處 怎麼樣結長不短呢 這個 所以說前面這個 這個 什麼 什麼先做 先用Aden做 後面這SGD收尾 不過這種paper就是我剛剛講的 呃 那個那些人不發 這件事情也 也大家都會知道 所以小paper 那邊不用太在意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基本上就差不多結束了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今天 教大家 我們今天 主要教大家的就是局部集值問題嘛 對不對 那局部集值在解決的時候 有一小部分 解決 不小心解決到的T度消失問題 但是 只解決小部分 因為 就算你能夠解決10成深網路的優化問題 100成深的要怎麼解決 一樣解決不了 所以 你如果想要徹底解決T度消失問題 那你還是得等到 2016年那篇paper以後 那我們才有足夠的數學工具去解決它 那我們 我看了一下 好像要第2個課才會教到它 比較久 因為比較遠 那個總是前面要先鋪 鋪墊一些 這個100成深10成深 大家可以 我建議大家去看一個東西啊 就是 有沒有人記得 這個AlphaGo AlphaGo是2016年的時候下回期很強嘛 對不對 有沒有人記得 新聞上面寫說 他的神經網路深度是多少 沒有人記得你們可以自己去查 13跟15 為什麼那麼淺 很簡單 因為那是之前的training出來 那AlphaGo Zero呢 只晚了一年喔 就是下營了之後 他們不是就做AlphaGo Zero嗎 80幾成深 好所以啊這個 AlphaGo Zero比AlphaGo強 這個 我看新聞真的是看到吐血 新聞寫說AlphaGo Zero 比AlphaGo強的原因是因為 AlphaGo 呃先 在人類的起埔上 Pretrain 然後AlphaGo Zero是沒有Pretrain 所以AlphaGo Zero比較強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腦袋想一下 Google工程師有那麼蠢嗎 在做AlphaGo的時候都沒有想說 啊我先不要Pretrain看看 我就不能多做個實驗看看 他會不會比較強嗎 關鍵真的跟那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雖然說記者這樣寫 好所以說啊這個 呃我們學這個東西你就會知道說 哦原來市集也是這樣發展 不過深入神經網路啊 還有過渡擬核問題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下一節課會解決過渡擬核問題 過渡擬核問題今天 小Bench Size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有一些更有效率的方法 去解決它 這樣懂我意思吧 哎覺得來說像 呃上學期我有教過正則化 那是個好方法 還有一些其他方法去解決 啊如果你忘你上學期沒有上過要上正則化 我們來看一下正則化在哪一刻好了 我現在有點忘記正則化在哪一刻 就你可以預先預習一下 好正則化第11課 好就是你可以 但你不預習也不會怎麼樣啊 就是差距不大 因為那個東西蠻容易懂 好那基本上 呃過渡擬核問題我們下一節課會解決 還有一個問題很嚴重 叫權重出實話問題 這個剛剛有人講到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他一個好的權重出實話 我們不要隨機 講得非常好 可是你們現在想出一個不是隨機的方法給我看看 你們會發現想不出來 對不對所以這是個問題啦 就是最開始的時候我們一樣 我們希望給他一個比較好的權重 再讓他開始優化 可是問題是啊這個 這個要怎麼決定出實權重這件事情呢 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那件事情 好所以說 這三個問題大家注意這三個問題哦 這三個問題是深度學習三大問題 好所以呃我們的理論的課程基本上就是圍繞著在如何去解決這三大問題 那解決完這三大問題之後你應該會有一個能力 那解決完這三大問題之後你應該會有一個能力 你就認為說哦網路你只要設計的出來就是訓練的出來 因為這三大問題有的解決不了 所以之後呃之後在下半學期這這門課的下半學期 我們就在教創意 什麼叫創意呢 哎怎麼樣讓神經網路會講話 這就是一種創意你們現在完全看不出來他會講話的樣子對不對 你們現在就是 數值input 數值output 對不對 啊給他一張圖 讓他在上面拉個框 你們應該有看過那種自動駕駕車 那種就是影像出去然後 哎這邊有一個什麼這邊有一個什麼吧對不對 你們現在想的到怎麼拉框嗎 你們想不到對不對 這個就是 他其實也是被表達成 就是數學的樣子 因為你們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吧 這個 既然 他的原始的樣子是predition function 對吧 predition function的X跟Y是固定的啊 Y是固定的結果 框的數目居然還可以不等數目 怎麼那麼厲害 所以一定有一些創意在裡面 所以 之後會教一些創意的部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大概基本上要上到這裡啦